二十萬人火大 嗆聲罷免馬英九 台灣人火大 台灣人火大 遊民進黨發起的人民火大 一路嗆馬遊行 左午登場 雖然氣溫只有16度 但民眾參與踴躍 北市各街頭都出現嗆馬群眾 遊行隊伍綿延長達3.5公里 不少中南部群眾一早集結 從各地搭遊覽車北上 遊行群眾中午在 國父紀念館附近集合 下午2點人潮已經集滿仁愛路段 綠營藥角包括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前主席蔡英文 謝長廷 前副總統呂秀蓮 高雄市長陳居等人陸續到來 一次排開站在隊伍最前端 原本下著雨的天氣 突然陽光露臉 電影《卡軍的手》女主角甜媽媽 也坐輪椅出現在人潮中 隊伍從國父紀念館出發 一路沿仁愛路向西 右轉敦化南路 約4點左右進入中校東路四段商圈 不少逛街群眾駐足觀看 有人比起大拇指加油打氣 隊伍抵達凱道後 民進黨宣布人數已達20萬人 民進黨宣布人數已達20萬人 萬分不起機 中國最了不起 老公每次抵襲 然後做那麼辛苦 騎心 資金很少 然後很難賺 然後我們的學費也很貴 他沒有了解就能幫別人 我們的駕駱 我們的黃隊 我們的學隊 我們的健保 我們的毛泡在哪裡 希望政府可以把那個 失業率降低 不重是我們的自治權 也不尊重我們的土地 不懷我們的土地 看不下去馬政府的反壟斷 反美力壟斷的作為 只是讓我們看不下去 國民黨團出了反而 擔心孩子的未來 擔心父在子孫 我要讓他知道說 現在我們的馬政府 就是在花他十年 二十年以後的 薪水都是從他們這一袋 先拿出來用 晚輝現場也以雷射方式 將火大投射在 總統府塔樓上 綠營人物輪番發言 換黨無論 踏拼自己來 不然你全國 去掉了大家的人民 傳給你來 換掉無能的馬政府 換政策 換內閣 換立委 換總統 換總統 換 要手給我換官 我們老闆也要安安 換政策 換內閣 換立委 換總統 民主也陷入危機 我如果是變得 那個總統 我還想 我們台灣人 也是會很健康 來幫我抗議大家 都叫他票 當年紅山真人 他們真正反貪 他們真正反無能 後來一星期 換你走出來 昨天也是前總統 他們真正反無能 他們 都叫他票 感谢观看